我印象的紀錄 有一批 有一大批 大概就這麼大 本來這裡這樣有一張 剛被台中的一個收藏架 他拿走這樣 那我覺得說 我們繪畫人就繼續畫 我們不管是怎麼樣的畫 這個白臉是因為 我畫在那個畫我隨彩子上 那這樣子也沒有什麼印象 那個畫我隨彩子本身只有那個機 好 我們特別來介紹這一張 一批蝸蝸蝸 一批蝸蝸蝸 一批蝸蝸蝸可以代表什麼 一批蝸蝸蝸就是跟一批蝸蝸蝸 但是一批蝸蝸蝸裡面 有些特別的氣體 大地體 還有風 和風 對不對 還有光 就是有點逆光 那其實我畫到這一張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去發現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小場景 就是說人家感到去打招呼的小場景 各位 大家都很忙 誰理他 對不對 這一塊地誰去理他 沒有人理他 但是他的氣息一直都存在 所以說 我有時候我會用這張畫跟人家講說 你就回到單純的境地 你就可以看到單純的美麗 對 也就是說你的心很單純 你就單純到像一個沉淨的水一樣 這樣透空的時候 你就 你的心就可以看到 欸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清淨的背後還是清淨 你就用清淨的去看到清淨的世界 就是像這一種 而且很乾淨 為什麼很乾淨 我用一片黑白的表現的手法去表現 因為當沒有色彩 把色彩抽離的時候 他就變成很單一 但是用單一的 比較單一的這個 情境去表達 這一個大地他所穿透的氣息 還有一個很單一的感覺 那個單一的美麗 就這樣 單純跟單一最美 我要講是這樣子 好不好 就是說 你單純用單純單一的心 去跟自然對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你單純單一的心跟自然match到 那就有美麗的產生 就會發現到美麗在哪裡 那你不用到林山去求 也不用到遠地去求 其實或許就在火焰山旁邊的一個不知處的地方 就是 這個是火焰山旁邊一個不知處的一個小地方 後面是大安基的光明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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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